大家好,我是李医生 如果身体出现这些症状 当心糖尿病已经找到你了 第一就是皮肤搔痒 如果糖尿病来临的时候 身体往往会出现全身皮肤异常搔痒的情况 那很多人呢,可能会到处求助治疗皮肤的药物 但是始终不见好转 这个时候就要提高警惕了 这往往是高血糖在作怪 一旦您的血糖超标,免疫力下降 皮肤就会受到细菌和病毒的入侵 微生物会大量的滋生和繁殖 那皮肤搔痒的症状也会异常的明显 第二就是二多,喝水多,排尿多 正常情况下,人一天如果能保证2000毫升左右水分的摄入 就能够很好的帮助 为身体补充足够的水分 维持身体内环境的正常运转 但是如果你在日常生活中喝水非常的多 一天的饮水量甚至可以超过3000毫升 依然还会存在口渴的情况 而且饮水多呢,排尿量自然也会随之增多的 有些人甚至根本就不敢离开家门 当有这种异常情况的发生 那么就需要提高警惕了 十有八九是血糖超标的重要暗号 请你不要忽视 那二麻就是手麻和脚麻 那绝大多数糖尿病患者 在早期的时候就会伴随着手麻脚麻的情况 这是由于身体中的血糖水平超标 对周围神经造成了很大的影响 那血糖超标呢 就会出现糖尿病性周围神经病变 所以手麻脚麻的情况就会变得异常的明显 如果出现这种异常的话 请你趁早去医院做出一些相关的检查 好了,我们今天的内容就分享到这儿 关注我,了解更多健康知识